好 杜小丝 快递 好 谢谢 好漂亮的裙子啊 真好看 这一定不便宜吧 雷玉成送你的 快 快去试试给我看 不是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啦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去 果然是很靠衣装啊 你不觉得穿成这样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啊 哪儿夸张了 可是我只是陪她吃个饭 至于穿成这样吗 好了 小苏 我们小苏最美了啊 美美的 我们用点减买的 我们用点减买一些 我用点减买到 一重点减买的 我们不用点减买到 我们用点减买 事件 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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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焚酒 来 给你介绍一下 好 小苏 小苏 这是我女朋友杜小苏 许佑 大名鼎鼎的许佑 幸会 杜小姐 幸会 我有件事想跟你聊一下 杜小姐 先借用一下 手动一下 把手回来 四个 这好不够的 好巧啊 小贵一个 来 怎么把我叫到这儿来 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我说 没有 刚才人太多了 说话不方便 最近怎么样呀 我刚刚没了 两个好过人啊 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不是一个人 喝酒 喝酒 来来来 开心就好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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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杯 好 你这么警惕干吗 你放心 我不会缠着你的 都多酒欠的事儿了 我已经不是从前 那个徐优了 是啊 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变漂亮了 是吗 叔叔不喜欢牛肠哥 是啊 你不也一样吗 我可不一样 我这人呢 一边漂流惯了 说不定哪样的消失了 你不一样 你恐怕要慢慢适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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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优 以前是我太年轻了 不懂得怎么处理感情 现在 现在也没好到哪儿去 跟我在一块儿的女孩 都挺辛苦的 辛苦这两个字用得好啊 逗你呢 我电话码没变 有空打给我 咱们好好聊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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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跟您一杯了 好 来 来 来 待一起啊 我跟你讲 我们今年有 我 我跟 小苏呢 他去手间呢 来 给 给宇宙倒了 什么意思啊 刚才给你倒了一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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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给谁分哪 他交往的女人 怎么也得像许优那样 那个层次的 对不对 杜小姐 你不一样 你恐怕要慢慢适应吧 来 来 来 喂 喂 你怎么走了 我有点儿累了 我就先回去了 没让我送你啊 不用了 我已经快到家了 你忙你的吧 喂 这前女友和现女友之间啊 那就是王不见王 不能碰面的 回去哄哄好了 没什么大不了 今天大家伙 可都是为你而来啊 你可不能让大家所幸 对了 樊绿呢 他怎么没过来 你最近不是跟他见过面吗 樊绿最近他 他 不太好 你离开的那段时间 他和林向远过得一般吧 孩子也没了 受到了打击 人也瘦了 樊绿从小听你的话 有时间去看看他吧 好 你干了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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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别逼我了 行吗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是我逼你的 你费尽心思 得来的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 你以为我才是宇天真正的主人 你一个小小的大公仔 拿什么跟我斗啊 你以为你拉了我那些小孤独们 就有用吗 只要我的风向标一变 他们需要 还拿自己的位置不保 从你迈出第一步开始 就注定 你会死得很惨 by bwd6 1 01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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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那有什么不好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你能说出来的话 你还是我认识的雷宇峥吗 我看不起你 你就是个懦夫 雷总 这么巧啊 樊茜茜喝多了 带她回家吧 你说这话我没听懂了 樊茜是我的老婆 带不带她回家那是我的事情 需要你提醒我 作为樊茜的家人 我希望你能对她好 我对她好不好是我的事情 你想多了 不早了 带她回家 我待会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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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背你 是 半离 还剩我气的 吃一口吧 这小米呢 是我妈托人寄给我的 她知道我平常工作比较繁忙 总是喝酒 所以平常吃点小米粥养胃的 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樊吕 我从大学毕业 就跟你爸后面一句打拼 然后在上海终于站住了脚 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去买了一套房子 到我拿了钥匙以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坐火车到老家 把我妈带到上海来 我要让我妈知道 她的儿子已经是大城市的人了 然后带她去上海最有名的地方 去吃小吃 最高档的地方去买衣服 你猜后来怎么着 第二天我妈进医院了 上吐下陷 医生做了好几次检查 都检查不出来原因 我也拿了门啊 后来我妈告诉我 就是许多不服 是不是太荒唐了 其实 我的感受 和上狗妈不是一样的 我这么努力 我这么拼得让自己努力成功 等我真正站住脚的时候 我会发现 我是那么的水土不服 我清楚地知道 在成功的道路上 我伤害了很多人 就连我最爱的老妈 也要离我儿去 严校园 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你 潘烈 我以前 多了很多措数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现在只想做一个好儿子 好丈夫 好女生 令奖元 我暂且相信 你刚才说的话 都是发自内心的 但是我想问问你 你为什么突然会改变呢 今天晚上之前 你都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因为雷宇正回来了 范略 对你好还需要原因吗 我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你最害怕的人就是雷宇正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 会让你回心转意 也许是你内心真的害怕了 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我雷漾远真的还没有怕过谁 可能我现在的改变 你有点接受不了 你放心 我会慢慢证明给你看的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刺激了你 你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刺激了你 我每天跟你这万恶的资本家 过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 我的战斗力啊 都快被你消磨殆尽了 你看这什么东西 有没有豆浆油条 给我弄点 我见任林向远了 昨天晚上 你之前的判断 应该没错 这么说 你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 不然呢 难道你真的以为我雷宇峥会坐以待毙啊 行啊 雷宇峥 最近带你见了这么多朋友 你不会真以为我在孤岛上待久了 却有什么 你是想尽快了解现在的局势 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大多都和雨天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从他们身边走一遭 什么都知道了 那你都知道什么呢 他林向远害怕了 想从我这里探点虚实 真的啊 一个男人在事业上 有点野心 就算他用点不光彩的手段 我仍然敬他是一位强大的罪手 是啊 你再给我讲讲 你都知道林向远在什么 林向远初步得到了雨天的控制权 作为一个聪明人 他应该知道 这种权力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 他一定还得再想办法 陈光告诉我 樊绿要跟他林向远离婚 如果他跟樊绿离婚了 他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昨天晚上见的是为了 敲山镇虎 让他收敛点 敲山镇虎 你已经是雨天的最大股东了 为什么不指导黄龙 还镇什么虎啊 我倒是想啊 可你有没有想过 蒋叔他也是雨天的大股东 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林向远 那还不简单 林向远是他女婿 自家人 我想 事情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我没有搞清楚事态之前 我是不会贸然回去的 那你想怎么办啊 一个字 等 等 我在监狱里头学会了一件事 在一场战役之中 人最厉害的武器 不是金钱 也不是权力 是时间 所以我一直在等 在等对方 乱了阵架 等他们露出致命的破绽 不管怎么说 你总要开始下第一步起了 我们这干嘛去啊 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去这喝喝 我就喜欢你这种收放自如的放荡不羁 准车 好 走 你跟任雨真怎么了 怎么办啊 我觉得我们两个 真的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是肯定的 你以为嫁个有钱人那么容易啊 人家打个麻将 那叫社交 吃个饭顺便就谈个大生意 这里面学问可大着呢 也许有人就比我更加适合这种生活 不是我说你啊 你要是真的爱雷玉珍的话 你真的把自己身上的刺给砍一砍 你得让自己去适应她的社交圈子 退一万步讲 大不了就是别人在你背后指指点点呗 说你攀龙复凤 那怎么了 可你这好 你就这么走了 雷玉珍的面子往哪搁呀 我不是因为那个才走的 算了 像你这样的傻姑娘 根本就看不清犯局上的深浅 你要是真的不喜欢 觉得压力大 我只能支持你 咱俩撤得出来吧 去杯 坐 小苏 你最近见雷总啊 她怎么样了 小苏 裙飞是宁 你根本就是拎不清 你别管我说话直接 我们跟雷玉珍本来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不要再奢望了 找个门当户对的 过个小日子也挺好 爸 您坐这儿 爸 我简单地做点菜 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你坐吧 唉 向远 你的心情 我理解 咱们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源头就是因为 我 你和雷家的矛盾 这个罪过是因我而起 我想找一天 亲自去向雷玉珍道个箭 矛盾不解决 对玉珍的发展也不利 我希望 你和我一起去 登门之间 邀请雷玉珍回到玉珍 做我的助理 你 继续做你的总裁 你愿意吗 好 爸 我去约他 蒋总要您亲自去请雷玉珍回宇天 那他回来了 那您怎么办呀 谢礼 你知道我在集团是什么身份吗 知道啊 您是林总呀 不对 我是蒋金的女婿 蒋帆绿的丈夫 我签过一份婚前协议 如果要是因为我个人原因离婚 我不但拿不到任何贵分 我也将失去宇天的一切 那您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切都是进华水月 到头来 都是一场空 ук 扯养极 你怎么办 蹭渔滚 那你怎么办 但他不认我 我釣了一上午了 别说鱼了 水草都没看见几根啊 这就是野钓的魅力 你要是撑不下性子 就钓不着大鱼 好 到时候见 怎么了 林向远 约我去吃饭 胡梅儿啊 玉珍啊 我跟你爸爸合作了一辈子 也争了一辈子 现在我也老了 一天是应该交到 你们年轻人受伤了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的不对 您答应有大量 如果您能原谅我 是我三身有心 别的我也不承诺什么 林向远 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你 我一定会把雨天公司管理好 给您 和老雷总一个交代 erin赢钢本 老雷总去世以后 对我的打击很大 关于公司的股份和家庭财产事宜 我都做了明确的说明 所以我和律师理了一份遗嘱 你和范吕都看一看吧 在我百年后 我在雨天所有的股份 有范吕技术 但是 范吕的产权 由你和范吕共同荣誉 您这身体好好的 我没有别的牵挂 我就是希望你们俩能够幸福 爸 我跟范吕还打算 给您生个胖外孙呢 是不是 范吕 爸 别说这些了 您要好好的 范吕 知道结婚以后 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什么吗 林总 您不能再喝了 生孩子 你说什么 我对蒋大律怎么样 可以 老爷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蒋帆绿 因为刚刚流产不久 还在逼你 我告诉你 蒋经立了遗嘱 她的财产跟我半毛鲜关系都没了 除非我们有孩子 都是假 假的 一场空 林总 您千万别泄气 您听我说 兄弟我跟了你那么长时间 我能看出来 你的能力绝对是一流的 只要青山咱 无法没沾烧 我还有机会吗 有啊 您是人才啊 不管到哪儿都会有好的发展吧 好 我哪儿都不走 就留在雨天 喝 来 别动 不错 我哪儿都会满 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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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